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 下半年总会教育大会 圣职大会自盐护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 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由他州西约旦地区的致恋会 所组成的亚伦圣职唱识班演出 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多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的圣职大会 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 他指派我乌西多弟兄主持 大会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大会堂 会议厅 百汉阳大学马利奥特中心 普柔福 传教士训练中心和世界各地许多国家 供圣职持有人收看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西约旦地区的自联会 所组成的亚伦圣职唱识班演出 指挥是尼尔·韩迪森 管风琴师琴是安德鲁·温斯华 唱识班将献唱在维尔高山上 接着由今天下午 泄滅七十元植物的丹尼斯·纽恩长老座 开会祈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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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天父,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以及有许多姐妹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在军中服务,我们祈求祢能够祝福他们, 祈求祢能够聆听他们的祈祷,让他们的家人能享有平安,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危险艰难的世界的挑战,我们感谢能成为圣职自由人,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 接着我们所提出,提供无私的服务,我们祈求我们的心,我们的耳能够聆听祢的信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唱诗班要献唱《祷告良辰》 献唱之后,十二使徒订阅主的罗树培勒长老将为我们演讲 接着,七十元会长团的华特·高查理长老会为我们演讲 在他之后,我们要聆听七十元吹轮换长老演讲 祝你能够聆听七十元吹轮换长老会为我们演讲 一切座抢年人,爱国能寻家宁的食物 一切庸多的精神 一切康復轮换长老会为我们演讲 一切康復轮换长老 who为我们演讲 in seasons of distress and grief my soul has often found free me and of this game the tempter's snare by thy return s sweet hour of prayer and of this game the tempter's snare by thy return s sweet hour of prayer s sweet hour of prayer s sweet hour of prayer by we shall my petition bear to him whose truth and faithfulness engaged the waiting s soul to bless and since he bids he seek his face believe his word and trust his grace I'll cast on him my every care and wait for thee s sweet hour of prayer i'll cast on him my every care and wait for thee s sweet hour of prayer s sweet hour of prayer s sweet hour of prayer 看到各位座父亲的 和你们的儿子 并肩坐在一起 聆听主的教导 接受来自总会当局人员的劝诫 真是一福壮观的景象 能够和圣职持有人的男人 男青年相聚 向来都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 而看到做父亲的儿子 在此共聚一堂 这更有一番特殊的意义 这幅景象使我想起 我们在神学教义里 最有力量两大要素 圣职和家庭 圣职是神的力量 透过这个力量 家人可以经由印证永远在一起 在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里 每一件事都包含着 神圣圣里的教义 其重点都是在于 使个别的家庭有朝一日 能够成为永恒家庭里的一部分 今天晚上 我想对各位做父亲的 和做儿子的谈谈 你们应该如何对彼此说话 像这样也应当存在于 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是绝无仅有的 这可以说是人生里最具教化功效 最令人喜悦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对于造就男孩的未来 造就父亲的将来 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但是我也了解 有些男青年并没有父亲 可以进行这类的对话 而有些弟兄并没有儿子 或因为意外事故 病痛等原因 已经失去了儿子 但是今晚我要说的大部分内容 也适用于俗博 舅舅 祖父 甚至领袖及其他辅导老师 这些人有时候会在 这些重要的父子关系上 扮演替代的角色 各位知道 我们都走在人生的旅途上 父亲在这条路上走得远一点 但是大家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我们都在路途当中 朝着未来可能达到的目标前进 父和子在帮助彼此 发挥最极致的潜能方面 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知道父子关系从来都不完美 但是今晚我要建议 各位的每一件事 只要付出心力去做 都有可能达成 男青年 你们的父亲以你们为荣 以你们而快乐 他们在你们的身上看到的是 充满希望的未来 也希望你们清出于蓝 你们的成就就是他们的喜乐 你们的担忧困扰 也是他们的担忧困扰 父亲们 对儿子而言 你们是成年男性特制的首要典范 你们是儿子们最富教育意义的人生导师 信不信 你们在无数面向上还是他们的英雄 你们的言教和身教 对他们举足轻重 今晚我要给南京人三项简单的建议 告诉你们如何充满运用父子关系 然后我要给座父亲的三项建议 告诉他们如何与儿子和牧相处 跟他们沟通 我对杳伦甚至持有人说 我相信透过做到这三件事 你们甚至可以使父子关系 比现在更融洽 第一 信赖父亲 他并不完美 但是他很想爱你 只要是对你最有意义的事 他绝不会不做 所以跟他说话 分享你的想法 感受你的梦想 恐惧 他越了解你的生活 就越有机会了解你所担忧的事 然后给你最好的建议 你一旦信赖父亲 他便会对那份信赖产生责任感 会比以往更努力地了解你 帮助你 身为你的父亲 他有资格为你获得灵感 他给你忠顾 正是了解你爱你的人的肺腑之言 你父亲最大的心愿 就是使你快乐成功 所以你为什么不想信赖这样的人呢 男孩们 信赖你们的父亲 第二 关心父亲的生活 问问他们的工作状况 他们的兴趣 四号 他的理想目标 他是怎么决定从事现在的工作 他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是什么模样 怎么认识你的母亲 当你对他的了解越多 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些经历 让你更了解他带人处事的方式 看看父亲 看看他对待母亲的方式 看看他旅行教会召唤的方式 看看他跟别人互动的情形 你会很惊讶地发现 只是透过看他 听他说话 你就能从他身上了解到那些事 想一想你对他还有哪些地方不了解 去找出来 你对他的爱敬仰和了解 会随着你所了解那些事而增长 男孩们关心父亲的生活 第三 寻求父亲的忠故 我们直话直说吧 不论你是否提出要求 他大概都会给你一番忠故 可是 如果你提出要求的话 事情可就不同凡响了 真的教会的活动 上课 教朋友 学校课业 教女朋友 运动赛事 请到4号等等 来寻求他的忠故 针对你在教会的指派 传教 决定要 做的决定 向他寻求建议 如果要对一个人表示敬意 莫过于向他寻求忠故 因为寻求忠故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说 我很欣赏你的学试经历 也很重视你的看法 建议 对于做父亲的人来说 听到儿子说这句话 内心 会非常的舒畅 在我的经验里 只要孩子要求 父亲给予忠故 父亲总是会很努力地 给予美好 可靠 又有用的忠故 要求父亲给予忠故 不仅可以让你受益 他所提供的资讯 而让他有多一点的动机 要努力成为更配胜 这称职的父亲 更好的男人 不论他给予你 什么样的忠故 他都会更仔细地思考 也会更努力地 使自己做到言行一事 男青年 寻求父亲的忠故 好 父亲们 现在轮到你们了 让我们来谈谈 在加强父子关系方面 你们可以做到的一些事 你会注意到 在我即将给各位提出的 三项建议 和我刚才给你们 儿子的三项建议之间 是有某种关联的 这可不是巧合 第一 父亲们 请听儿子说话 认真地听他们说话 问一些正确合一的问题 当你们有几分钟 相处的时候 要请听他们 想说些什么 你们需要知道 儿子生活的现况 不要用猜的 不要因为你自己 也曾经年轻过 就以为你了解他们的感受 你儿子生活的世界 跟你的成长 所以你那个世界 已经大不相同 当他们把生活的现况 告诉你时 你必须很仔细地 请听 不要论断 这样才能够了解 他们现在的想法和经历 找出你们之间最好的互动模式 有些父亲喜欢带儿子去钓鱼 看球赛 有些喜欢静静地开车兜风 或者庭院里并肩做事 有些父亲发现 儿子喜欢在晚上睡觉前聊天 去做那些对你们而言最有效的事情 在你们的儿子 在你们对儿子的管家事物里 这种一对一的关系 应该是其中一项例行事物 每个父亲 每个月至少需要跟儿子进行一次 很专注的 很有品质的谈话 在这段时间里 谈一些特定的事物 例如学业 朋友 感受 电子游戏 手机简讯 配送问题 信心见证 只要能真正做到这些事 谈话的地点和时间 就不那么重要了 父亲是多么需要倾听啊 请牢记 在你们的对话里 如果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都是你讲个不听 那就不是对话了 在你和儿子的讨论当中 只要你觉得舒适自然 尽量使用感觉 这个词 要这样问 你对于在课堂里 学习的事物 感觉怎么样 你对于朋友说的那些话 感觉如何 你对自己的圣职 对教会的感觉如何 不要认为 在这些对话进行的时候 你必须设法改善每一件事 或解决每一件事 大部分的时候 你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请听 多听少说的父亲 会发现 他们的儿子对于生活 真正的现况 会说得更多 父亲们 请听儿子说话 第二 跟儿子一起做祷告 也为他们祷告 给他们圣职祝福 如果儿子 如果儿子为了大考 或特殊事情担忧 能有父亲圣职祝福 必然对他们很有帮助 像学习职年的开始过生日 开始约会 这样的场合 都很适合呼求主 祝福你的儿子 这种第一对一的祷告 和分享见证 不但让你们与主更亲近 也让你们彼此更亲近 我也注意到 很多父亲 为走入歧途 被世俗事物掌控的 儿子心痛不已 这样像阿玛和摩赛亚 为自己的儿子担心一样 继续尽你所能力 维持稳固的家人关系 千万不要放弃 即使你所能做的 仅仅是 替他们献上 热切的祷告而已 你的宝贝儿子 永远都是你的儿子 父亲们 跟儿子一起做祷告 为他们祈求祝福 第三 勇于跟儿子彻底讨论 一些敏感的话题 你们都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谈有关毒品 喝酒的事 有关亲自媒体 网络 电脑科技 社情 有哪些危险 以及有关圣职配衬 尊重女孩 道德清白等等问题 虽然你们跟儿子谈话 不应该只局限在 这些主题上 但是也请不要避开 这些不谈 你们的儿子在这些主题上 需要你们的建议 引导 以及想法 当你们讨论这些 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会发现 你们彼此之间的信赖感 将大度 大幅提升 我特别关心的是 我们要坦诚且明白地跟儿子 沟通性方面的问题 你儿子成长的世界 是公然接受男女杂交的世界 而且鼓励年轻人 以随便轻率的态度 面对此事 你儿子就是无法避开 那些充斥在他们四周 迎面而来的 有关性的图像 信息 以及诱惑 父亲和教会领袖 需要经常跟儿子 坦诚讨论这些事 要教导 要说明 只有圣职的男青年 应该如何处理这个议题 要以正面的态度 说明 在主所设定的界限内 在永恒婚姻的 圣验圣约的承诺下 身体的亲密行为 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研究显示 要遏止亲率的性行为 最有效的方式 是采取一种健康正面的态度 把这种身体的关系 和真诚的承诺 及成熟的爱情 连结在一起 父亲们 如果你们的儿子 如果你们还没有跟儿子 彻底讨论这件事 请务必这么做 而且尽快做 结束之际 我想对全体的返乡传教师讲话 我今晚讲的每一件事 也都适用在你们身上 要信赖父亲 你们现在可以跟他更亲近 无论你们在传教前 你们的关系如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你们要决定 人生里最重要的一些决定 除了向天父祷告之外 在城市的父亲的中故 也能帮助你在求学 职业选择 以及婚姻等方面做决定 你今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决定在圣殿里 跟你的意中人结婚 虽然每个人都不应该 仓促决定这件重要的事 所有的返乡传教师 却应该为这件事努力 要到可以结交 娘棚 良棚义友的地方去约会 团体活动是行不通的 也是不够用的 谈恋爱好像是一种 已经失传的艺术 要把它找回来 这样才会有用 问问你们的父亲 他们清楚得很 不要在世俗的世界里 随波逐流 反倒要保持 你们在传教时 享有的那份尊严 以及精神 教会的未来 需要由各位来领导 父亲们 我刚刚向各位提出的 三项建议 也绝对是用你们与传教返乡的儿子的关系上 要倾听他们说话 透过这种经常且专注的对话 来与他们保持联系 要深入地跟他们 谈谈他们的感受及渴望 当他们在未来面临重要的决定时 要跟他们一起做祷告 给他们祝福 我感谢 我感谢我儿子跟我谈这么多 愿神祝福所有的男青年 及所有的父亲 而都能敬重圣职 彼此相爱 使彼此的关系 成为生活里一项 重要和永恒的优先事项 我这样祈求 奉以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很久以前 有一群配衬的圣职持友人 用极大的力量和权柄来教导 其中一个讲话 非常地有力 令人不得不信服他 这些圣职领袖 帮助了人民学习有关救助 和他的教义 也帮助他们找到了幸福 他们的教导和榜样 让人民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知道 由于他们的带领 成千的人受洗 立约要持守到底 我说的就是摩尔门经中的 一群伟大传教士 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圣职领袖 我们可以从厉害的这些子孙身上 使用节路 成摩尔门经的记录 他们把这部 后来成为摩尔门经的记录 交给了儿子 希拉曼的时候 他说 要是没有这些叶片 爱蒙和他的弟兄 就无法让成千上万人认清 是的 这些记录和他们所讲的话 带领他们悔改 神透过这些叶片 来显示他的大能 实践了一个目的 就是重新让成千上万人认识真理 阿尔玛随后预言了 神他会透过这些东西 向未来的世代显示他的大能 于是 这些记录被保存下来 你我 则是这未来世代中的一分子 就像古代一样 我们也可以 透过摩尔门经 成为更有影响力的 圣之石油人 历史上 任何作者出书的过程 都不能和摩尔门经 问世的过程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说 这本书是神亲手指引和保护的 主造访古代美洲的时候 要尼腓把保存的记录拿来 放在他面前 然后 耶稣看着这些记录 命令要把一些话和事情写下来 他说 父命令 我把这些 你们本来没有的经文 赐给你们 因为依照他的智慧 这些经文 必须传给未来的世代 我永远都感谢 能属于主 所提到的 提到的未来的世代 由于摩尔门经的原因 我今天才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教友 我永远 忘不了小的时候 在乌拉圭第一次 读到这本神圣经文的感觉 尼腓一书 没读多久 我就感觉到 言语无法形容的快乐 这本书 仿佛充满了主的灵 让我觉得 与神 非常的接近 这个经验 让我更加的体认到 先知约瑟斯密 对这本书 所做的一个评论 他说 人 若遵循其中的教训 比遵循任何 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 我也体会出 多马孟孙会长 给下面这个应许的意义 他说 我们读摩尔门经 和其他标准经典 又实践当中的教训的时候 就会知道那项教义 因为这是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会知道 它是出于人 还是出于神 这些应许 为我们带来 现在和以后的快乐 我一得到 对摩尔门经的见证后 很自然地 就感觉到 要立即遵守 书中的教训 我就受洗 与神立约 而且被证实为 教会的教友 透过圣职教义 所立的圣约 加上从摩尔门经 得来的知识 改变了我的生活 无怪乎 救主在造访古代美洲的时候 除了教导教义 还把施洗的权利 赐给了尼腓 和其他的人 换句话说 教义和教义 是并行的 要贯彻 摩尔门经理的教训 就一定需要 各项圣职教义 和连带的圣约 很多书呢 很多书 在发表上市以后 很快就成为畅销书了 有时候呢 由于引发了 极大的兴趣 让人非常的期盼 书籍的上市 这些书 似乎立刻占满了 整个市场 几乎人手一本 神 以无限的睿智 为我们的益处 保存了摩尔门经 摩尔门经 无意成为畅销书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本 神圣的经书 变成生活中 读得最透彻 用得最切实的一本书 我想提出三点建议 让我们把摩尔门经 变成这样的一本书 使我们今天 也能像古代那些人一样 成为更有影响力的 圣志持有人 第一 保享基督的话 我们必须先阅读摩尔门经 才能保享基督的话 因为 看啊 基督的话 必指引你们 所有当作的事 保享基督的话 是很特别的一种经验 我们去读 去找出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帮助我们的原则 和教义的时候 就能重新点燃 心中的那股热忱 举例来说 我们的下一代 在面对 同财压力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出 特别能帮助他们 应付这项挑战的 一些教训 其中呢 一个教训 就是 雷米尔的经验 雷米尔因为 屈服于拉曼的压力 而做了一些 错误的选择 他没有去做 对的事情 因为他不知道 创造他们的神的作为 我们从这件事情 学到一个原则就是 明白神如何对待 我们的教义 将有助于 我们应付 同财的压力 对于这个问题 摩尔门经 还有很多教导 和实力 可以供我们参考 这本好书中的教训 让我们这一代的人 真的是获益良多 第二 要在生活中运用 所有我们学到的 有关基督的事 阅读摩尔门经的时候 找出基督的特质 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一个经验 例如 亚烈的哥哥 体认到 主是真理之神 是不可能说谎的 这项特质 这项特质 为我们的灵魂 带来了多么大的希望啊 摩尔门经里的 所有的应许 以及今日众先知 所做的应许 都会实现 因为神就是神 是不可能说谎的 即使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只要服从摩尔门经 和近代众先知的教训 我们就可以放心 就像亚烈的哥哥 所体认的那样 我们一找到基督的 一项特质 就要努力地 把它运用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会帮助我们成为 更有影响力的 圣知识友人 第三 教导在摩尔门经 神圣篇章中 所找到的教义和原则 我们可以用这本书 来教导所有人 你们相信 在传教士和家人 引述啦 阅读或背诵经文的时候 会有一股 特别从神而来的 使人幸福的力量吗 我记得 厄瓜多尔 有一个传道部的传教士 在他们所有的活动中 都使用摩尔门经 上千人因为他们的缘故 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决定透过神的圣职教义 来立约 摩尔门经是很好用的 一个工具 可以让我们 找到真诚追求真理的人 使他们归信 并且带领许多弟兄姐妹 重返福音生活 我知道 在生活中 实践这本好书中的教训 能使家庭更加稳固 我们许多的孩子 可以得救 因为他们会像 以诺士一样 记得他们的父亲 经常讲述 永生的事 也因此知道 他们的罪 会得到宽恕的 身为被提到的 那个未来世代的一份子 你我都能借着运用摩尔门经 和敬重圣职圣约 而成为更有影响力的 圣职持有人 摩尔门经见证 耶稣是基督 我也为他作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想告诉各位 许多年前 我在韩国国首尔 还是很年轻的主教的时候 认识了一群 喧哗的男青年 这群男孩就住在 我们家附近 其中只有一两个是教会的教友 是教友的男孩 也是教中唯一的教友 他们彼此都是朋友 大家结伴一起来教堂玩 他们平常喜欢来打乒乓球 也喜欢在星期六 做些好玩的活动 大部分的人在校成绩都不好 很多人都认为 他们就爱惹事生非 我当时还很年轻 有一个七岁和一个九岁的儿子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为这些年轻人做些什么 他们和粗鲁 那人本经有一次问我 是不是可以搬到别的智慧去 我们的儿子才能从其他年轻人身上看到好榜样 我为此沉思 祈求天父帮助我找到协助这些年轻人的方法 最后 我决定要教导他们改变生活的方法 我心中浮现出一个很清晰的景象 我觉得要是他们能去传教的话 他们的生活一定会改变 从那时起 我开始变得很兴奋 试得尽可能找出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教导他们传道服务的重要 以及如何准备去传教 当时 全部时间传教士徐长老搬到我们智慧来 他从小在教会长大 在亚伦圣职年纪时 曾和朋友一起加入少年合唱团 他跟智慧中这些精力充备的男孩见了面 徐长老教这些不是教友的男青年传教士课程 也教他们唱一些他以前唱过的歌 他把那些声音洪亮的男孩 组成一个每三人一组的四重唱 取名为Hanaro四重唱 意思是合一 他们很高兴能在一起唱歌 但我们听他们唱歌的时候 要很有耐心 我们家的大门随时为教友们敞开 这些男孩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我们家 有时平时也会来 我们喂饱他们的肚子 也教导他们 我们教他们福音的原则 以及如何将福音应用在生活中 试图让他们展望自己的未来 每次他们到我们家都会一起唱歌 他们洪亮的声音让我们的耳朵受不了 但我们总是会夸赞他们 因为听他们唱歌 远比看他们惹麻烦 来得快乐 这些活动持续进行了许多年 大多数的男青年都在福音中长大成熟了 而且发生了一个奇迹 这九个原本不是教友的男孩 随着时光的流转都受洗了 他们从喧闹粗鲁的男孩摇身一遍 成了勇敢的青年战士 他们传过教 也和在教会中遇到的年轻美丽的姐妹在圣殿结婚 当然他们传教 求学和结婚都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 但他们仍保持忠信 因为他们想服从教领袖 做主所喜悦的事 现在他们都有幸福的家庭 子女都在圣月中出生 如今这九个喧哗的男孩 连妻儿在内 在主的国度内 一共有四十五位活跃的教友 他们现在是知会和知联会中的领袖 其中有一个是主教 两个在主教团服务 一个是高级资议 两个是男青年会长 有一个是传道领袖 一个是执行秘书 还有一个是福音进修班的教师 他们这群人还常在一起唱歌 而另外一个奇迹是 他们其实还唱得挺好的 帮助这些男青年变得像希拉曼儿子 一样的基本原则有两个 纵使他们的母亲不是教友 也不知道主的话 但圣职领袖就像是他们的父亲 领袖的妻子也像是他们的母亲 这九个我称为主的男孩的孩子们学到了 只要听从教会领袖的话 就算不是每次都知道原因 一定会得到祝福 他们就像我们的先祖亚当一样 亚当向主献祭的时候 天使问他说 你为什么向主献祭 亚当对他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主命令我 他们渴望服从主 全心全意地为主服务 他们也学到 参加他们应当参加的教会聚会 是很重要的 太福彭孙会长在标题为 至出身高贵的七年的演讲中说 我现在要提醒大家 留意参加你们应当参加的 所有聚会的重要性 中心地参加教会聚会 所带来的祝福是其他方式得不到的 这些男孩定期参加 他们应该参加的教会聚会 感受到主的大爱 学到了如何将教会的教义 和原则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也学到要欢喜快乐地参加聚会 现在我自己也有三个儿子 最小的儿子是在我担任主教时生的 在儿子长大的过程中 这九个男孩当了知会和知联会的领袖 也成了我儿子的教师和领袖 他们教我孩子的方式 和当初我教他们这群小导弹的方式一样 他们爱我的孩子 就像当初我爱他们一样 过去这群喧哗粗鲁的男孩 成了我孩子的榜样 我的孩子们都想效法他们的好榜样 成为优秀的传教士 与正欲的配偶在圣殿结婚 这群年轻人对我的家庭仍然有着影响力 两个月前我们知会在星期六晚上 有个传道活动 邀请每个人参加 也包括部分家人是教友的家庭 我最小的儿子杨润当天下午才刚从 男女青年夏令营回来 他说他不去参加这个传道活动 因为他不是部分教友的家庭 而且他很累 他没有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人打手机给他 跟他解释 每一个人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 他说 我知道 但是我今天不去 然后就挂电话了 那天晚上 聚会才刚开始 杨润就进来了 安静地坐在母亲旁边 他低声对母亲说 我一挂掉电话 就想起自己问过爸爸 哈纳罗 四重唱的人 为什么个个都很有成就 他告诉我 因为他们服从教会领袖的话 经常出席教会聚会 这就是改变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如此成功的关键 儿子继续说道 突然间 爸爸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决定要效法他们 因为我想跟他们一样 有个幸福的家庭 有个成功的人生 亲爱的弟兄们 让我们爱我们的儿子 即便他们有的很吵闹 让我们教导他们 改变他们的人生 现代的希拉曼的儿子 不只来自教会中 珍贵的家庭 也来自新归性的青年 他们的父母没有福音 你们和你们的妻子 要当他们良好的父母 直到他们变得 像希拉曼的儿子一样 我很高兴 也乐于见到各位 持续地关怀地 领导我们的青少年 这些男青年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儿子 我们去关心他们 提升他们 帮助他们的时候 就会感受到约翰所说的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亲爱的男青年 让我们听从教会的领袖 就如同亚当一样 虽然不是每次都知道为什么 还是要高高兴兴地服从 请你们也要衷心地参加 你们应当参加的教会聚会 如果你们这么做 就能学到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 有所成就 不论是在教会出生 或是归信加入教会的男青年 你们都是主的大军 你们将成为优秀的传教士 在未来的家庭中 当个正义的父亲 天父会祝福你们有幸福的家庭 你们在福音中会有美好的未来 就像希拉曼的儿子一样 为我们大家带来永恒的喜乐 我爱你们 我知道我们的天父爱每一个人 所以他才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赎主 多马孟孙会长是我们活着的先知 引领我们走向正道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弟兄们 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唱 赞美先知 音乐之后 我很荣幸能对大家演讲 在我演讲之后 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 亨利爱宁会长将为大家演讲 音乐之后 在我演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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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亲爱的弟兄们 能够看到这么壮观的圣职持有人们聚集在一起 让我的心里感觉到非常喜悦 感受到神的祝福 无论是造访世界各地的教友 或是透过既有的既有的圣职管道 教会领袖都得到立即的资讯了解教友的情况和种种挑战 我们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家庭 我们爱你们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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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为你们祈祷 我一生中见过不少人生祈福 所以我知道冬天会过去新春的温暖和希望必将来临 我对于未来非常乐观 弟兄们 我们应当做的事就是务必要坚守希望 尽全力工作 并且信赖神 近来 我回想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期 在那段时期中 似乎时时刻刻都在为不确定的未来担心烦恼 那时候我11岁 一家人住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一所农庄里面的一个阁楼上 在短短几年间内 我们全家二度成为难民 我们很努力地想在距离前一个住处很遥远的一个新环境安顿下来 那时候我们可以说很穷 不过说穷可能还不足以形容当时实际的情形 我们全家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睡觉 床和床之间几乎没有走动的空间 在另一个小房间 放着几个简单的家具和我母亲用来煮饭的炉子 要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就必须穿过农夫存放设备和工具的一个储藏间 农夫主人在屋梁上挂了各式各样的腊肉和香肠 那些香味常常使我感到鸡肠碌碌 我们既然没有浴室 在屋外有一个洗手间 下了楼梯后 大约还要走15公尺的距离 到了冬天 更觉得分外遥远 由于我是难民 说话又带着东德口音 因此时常被其他小孩嘲笑辱骂 对我的伤害很大 在我青少年的那几年 我觉得那是最令人感到沮丧的了 数十年后的今天 我可以透过经验的镜子 看到那些岁月 尽管我还是记得那些受伤和绝望的感觉 如今我却能看出以前 自己所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那就是那段日子 其实是我个人大幅成长的时期 在那段时期 我们全家人变得很团结 我能够观察我的父母 向他们学习 我很敬佩他们的决心 和乐观的态度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 只要怀着信心、勇气和坚忍 向前迈进 便可以克服任何逆境 亲爱的弟兄们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 正经历忧虑和绝望 所以 今天我想要谈一谈 在我人生发展的阶段里 始终支持着我的两项重要的原则 第一项原则 就是工作 工作 直到今天 我还深深记得 我的家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失去一切的情况 是怎样工作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文人和公寓语员 但是 他做了许多艰难磁力的工作 包括担任右矿矿工 休息车的工人 卡车司机等等 他为了供养家庭 往往一大清早就要出门 忙到半夜才回家 我母亲开了一家洗衣店 他工作无数个小时 做着单调类人的杂物 他请我和我的妹妹帮她工作 我骑假大车负责运送衣物 能够为家人 为我们的家庭帮上一点忙 让我感觉很好 而体力上的劳动 也祝福了我的健康 虽然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一点 那段日子并不容易 但工作使我们不会一直想着 当时的困境 虽然我们的情况 并不是在一夕之间 就得到了改善 但确实改善了 而那就是工作的功效 只要我们持续努力 保持稳定 并持之以恒 事情一定会好转 我非常敬佩那些 知道如何工作的男人 女人和小孩 主是何等喜爱 那些劳动的人啊 他说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他也吃下应许 用你的整个灵魂 挥动你的镰刀 你的罪赦了 那些不怕卷起袖子 愿意买手追求 有价值的目标的人 就是在造福他们的家庭 社区 国家和教会 主并不期望我们超出体力地 辛勤工作 祂并没有拿我们的努力 跟其他人的努力相比较 而我们也不应当这么做 祂只是 要求我们要尽力而为 不论我们的才能是多或少 祂都希望 我们在工作时 能够结信 竭尽全力 工作可以消除忧虑 抚慰悲伤 开创机会 我亲爱的弟兄们 无论我们今生的遭遇如何 让我们都要在 所做的一切事情上 竭尽所能 努力培养出 杰出卓越的民生 让我们将心思和身体 投入每天能够工作的 这项荣耀机会上 当我们的马车 现在泥泞里的时候 神比较有可能 会去帮助那位下车 来推车的人 而不是 那个 只是高声祈祷的人 不论他的祷告 多么动听 多马孟孙会长曾经说 光是心里想要努力 或说自己会努力 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确实付出努力 要完成目标就要有所行动 而不只是光想而已 假如我们不断拖延 就绝不会看到目标完成 工作可以使我们变得高贵 带来成就感 但是要记住 主警告我们不要 为不能令人满足的事物 劳力 若致力于追求世上的财富 博取大众认同的眼光 以致牺牲了家庭和属灵成长 我们一定很快会发现 那其实是一项愚蠢的教义 我们在自己家庭的围墙内 所做的正义事工是最神圣的 其益处也是永恒的 这项责任无法委派其他人代劳 这是我们圣职其友人 所做的事工的基础 要记住 我们在这世上只是短暂的过客 切莫把神所赐的才能和精力 单单用来建造世上的定锚 而是要善用我们的时日 来培育属灵的翅膀 因为身为至高之神的儿子 我们是被创造来翱翔更高的天际 现在我要对年高得少的弟兄们 讲几句话 退休并不是主的幸福计划里的一部分 圣职责任是没有退休制度的 不论年纪或体能状况如何都一样 你或许可以用过来人的身份自居 用去过了 坐过了的话来推迟 滑板运动 谢绝骑摩托车 或掠过餐厅里的辣味咖喱 但是却不能用这借口来规避圣约的责任 而不限出时间才能和资源 在神的国度里工作 有些人或许会以为 在为教会服务了许多年之后 有资格可以休息一阵子 轮到别人去负起重担了 请恕我直言 弟兄们 这种想法与基督门徒的身份 是不相称的 我们在世上的事工 绝大部分就在于持守到底 每天都喜悦的持守到底 现在我也要对 麦基喜德圣职中 较年轻的弟兄们讲几句话 也就是那些 正在自律于完成教育 找到永恒伴侣的正义目标的弟兄们 这些都是正确的目标 弟兄们 但是要记住 在主的葡萄园辛勤工作 一定会大幅提升你的资历 也会在这两项有价值的努力目标上 大大增加你成功的机会 无论你们是最年轻的职士 或是最年长的大祭师 都有事工要做 第二项原则 就是学习 学习 在战后德国那种艰苦的经济条件下 受教育的机会不像今天那么多 尽管能够选择的有限 我总是怀着满腔热忱 想要学习 记得有一天 我骑着脚踏车运重衣物时 进到 我搬上某位同学的家里 在他们的房间里 靠着墙有两张小书桌 那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那些小孩多么幸运 能够有自己的书桌 我可以想象 他们坐下来 打开书本 学习课程 做功课的模样 我当时认为 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 就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诗了 后来 我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愿望才实现 几年后 我在一间研究机构 找到一份工作 而那个机构里 有一张大 有一间大图书室 我记得自己 大部分的闲暇时间 都待在图书室里 因为在那里 我终于可以坐在书桌 一个人 汲取书本里的 各种资讯和知识 我喜爱学习 而在那些日子里 我亲身体会到 古宴里的一句话 教育 不是注满一桶水 而是燃起一把火 对本教会的教友而言 接受教育 不仅仅是一个好的想法 更是一项诫命 我们应该学习 关于天上 地上 地下的事 关于过去 现在不久 必发生的事 国内的事 国外的事 约瑟 曾教导圣徒 知识是我们城市旅程 必要的一环 因为人的择救 绝不能快于他获得知识 而且我们在今生达到的任何智能水平 会在复活时 与我们一同复活 在困难的时期 学习更是重要 先知 也不要让这一点防碍你 却要尽你所能地去获取一切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 就某个方面来说 最好的书籍 可以成为你的大学 书是一间永远开放 接纳每个人入学的教师 要努力增进知识 认识一切有品德 美好 受好评 或值得赞扬的事 要借着研读 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 要用一颗谦卑灵 和痛悔的心去寻求 当你将信心的灵性层面 运用在学习上 即使你所读的是 属世的事物 也会扩大你的智力 因为如果你们的眼睛 专注于神的荣耀 你们全身 必充满光明 了解万事 在我们学习的时候 请不要忽略了 那启示的泉源 经文和近代 使徒先知的话语 都是智慧 神圣知识 以及个人启示的来源 能帮助我们 找到人生一切挑战的解答 让我们学习基督的事 让我们学习能引引我们 找到平安 真理和永恒奥秘的知识 亲爱的弟兄们 我回想起 在德国法兰克福 那个11岁的男孩 他曾经担心未来 因别人冷酷的言语而深受伤害 但那段日子 对我来说 却是苦中带甜的 虽然我并不渴望回到那些受尽考验艰难的日子 但是 我毫不怀疑 我那时所学到的事情 是在为获取将来的机会 做必要的准备 多年之后 如今 我更加能确定这一点 那就是 我们往往要在逆境的考验中 才会学会最重要的事 而那些事 会造就我们的品格 和塑造我们的命运 我祈求 在未来的岁月中 我们都能 将我们的时日 用在从事正义的施工上 我祈求 我们都能倡饮 那纯正的真理的泉源 努力 学习 和改进 我们的心 心志 我留下 爱和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不论我在哪里 是白天 还是晚上 我一定准备 准备一小瓶 橄榄油 放在身边 这一瓶 是我 放在办公桌的中间 充替的 我有个书桌的 当我在户外工作或旅行时 我的口袋里会有一瓶 我家厨房的橱柜里也有一瓶 但是太大了今晚带不来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这瓶 标示了一个日期 某个人在这一天 运用圣旨的力量 圣化了这瓶 纯净的油 用来祝福治愈病人 亚伦甚至男青年 甚至他们的父亲 可能会认为 我准备得有点过头了 但是 白天的一通电话 或是晚上的敲门声 都会让你措手不及 有人会说 能不能请你快点来 多年以前 曾经有位父亲 从医院里打电话来 他三岁的女儿 在跑过马路 到妈妈身边时 被一辆超速的汽车 撞飞到15公尺外的地方 当我到达医院时 那位父亲 恳求我用圣旨的力量 保住他的性命 医师和护士 勉为其难地 让我们伸手 穿过塑胶的保护套 将一滴油 滴在他厚厚的纱布 覆盖的头上 一小块开口的地方 一位医生不耐烦地对我说 你要做什么 快一点 他快死了 医生错了 小女孩活了下来 并重新学会走路 她不是没有活下来 她活了下来 重新走路 当我接到电话时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准备的工作 远胜过 只是手边有 圣化膏油而已 准备工作 必须早在 需要圣职力量化解的危机 发生之前就开始 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 可以随时伸出援手 这样的准备 始于家庭和亚伦圣职定儿组中 而大多的准备 是在男青年的个人生活中 定儿组和家庭必须协助 但是最重要的准备 必须由男青年来做 他们必须自己决定 去达成 身为神的圣职仆人的伟大使命 新生一代的圣职持有人 所负有的使命 远超过 只是准备好运用神的力量 来治愈病人而理 他们必须准备好 在这世界准备救主来临之际 可以随时去做 主希望达成的事 没有人确切知道 我们的任务会有哪些 但是我们的确知道 要做哪些事 才能准备好 所以我们每个人才能去准备 你在紧要关头 所需的事物 必须建立在持续的顺从服务之上 我要告诉各位两件 你们需要的事物 以及要怎样准备 才能随时待命 首先要有信心 圣职是奉神的名 行事的权柄 是呼求天上大能的权利 因此 你们必须要有信心 相信神活着 你们也必须赢得祂的信任 让你可以为了祂的目的 去运用祂的权能 摩尔蒙经里的一个例子 可以帮助各位 看出一个人要如何做这样的准备 有一位圣职持有人名叫尼飞 他从主那里接受到一项艰难的任务 他被神派遣去呼吁邪恶的人民悔改 以免一切太迟 因为他们的邪恶与仇恨 他们互相杀害 甚至连他们的忧伤也无法让他们谦卑 进而悔改 服从神 由于尼飞的准备 神祝福他有力量完成使命 神对尼飞慈爱的话语 赋予了他力量 这些话也能成为我们的指引 尼飞 你做了那些事 你有福了 因为我看到你毫不厌倦地 向这人民宣讲我赐给你的话 你不畏惧他们 不求保全自己的性命 却寻求我的旨意 遵守我的诫命 因为 你好不厌倦地这么做 看啊 我要永远祝福你 我必使你在言语 行为 信心和事工上 都强而有力 是的 甚至凡事都必照着你的话成就 因为 你不会要求 违反我旨意的事 看啊 你是尼飞 我是神 看啊 我在众天使面前向你宣布 你必有权力管辖这人民 是人民邪恶的情形 将气荒 瘟疫和毁灭 来击打大地 看啊 我赐云你权力 凡你在地上印证的 在天上 也必印证 凡你在地上解开的 在天上也必解开 你在这人民当中 必拥有这样的权力 摩尔门经中的记事 让我们知道 人民并没有选择悔改 因此 尼飞请神改变气候 他祈求有一个奇迹 让人们会因为击荒 而决定悔改 于是击荒发生了 人们也悔改了 他们祈求尼飞请神降雨 他照着向神祈求 而神加冕了 他不动要的信心 那样的信心 并不是在尼飞需要的时候 才产生的 神对尼飞的信任 也是如此 因为他勇敢 持续地服侍主 因此赢得了坚定的信心 与神的信任 各位男青年 你们正在 为将来需要的时候 培养这样的信心 在知识或教师定额组中 仔细地写下会议记录 或许是件再小不过的事 许多年以前 一些男青年 一丝不苟地记录了 只比他们大几个月的男孩 所做的决定和完成的事情 要做到这样 必须对神有信心 相信他会召唤 十二岁的男孩 为他服务 而且用启示指引他们 多年前的那些定额组秘书 有些现在坐在教会的主领议会中 他们现在读的是 别人写的会议记录 而他们现在会获得启示 就像他们和你们一样 还是男孩时 所服务的领袖一样 他们已被准备好 相信神会针对他的国度 显明他的旨意 甚至是针对看起来很小的事情 主说尼非是值得信赖的 因为他不会做出违反神旨意的请求 要对尼非有这样的信心 主必须确定 尼非相信启示 会寻求启示 并且遵从启示 长久遵从神的启示的经验 是尼非的圣职准备的一部分 也必须是各位的准备的一部分 今日我也看到那样的事情发生 最近几个月来 我听到一些执事 教师和祭司演讲 他们的演讲很显然 就和大家在总会教友大会上 听到的演讲一样 受灵启发 而且充满力量 当我感受到年轻的圣职持有人 所获释的力量 我觉得新生的一代 正在迎头赶上我们 气势锐不可挡 但愿我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人 都能够跟得上 与他们齐头并进 亚伦圣职的预备 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 是一项祝福 对于他们将来服务的同辈 和未来世世代代而言 也是一项祝福 然而 其安必非尽善尽美 不是所有的青年 都选择要做好准备 那项选择在于他们自己 他们要对自己负责 主就是用那样的方式 进行他慈爱的计划 不过 许多男青年在做准备的时候 那些能够协助的人 却几乎没有给予支援 我们之中 那些可以协助的人 都要向主负责 做父亲的 若是忽略或阻碍 儿子的信心发展 或是使他无法听从圣灵 总有一天 他要感到懊悔 对于任何有责任 帮助男青年 在预备圣职阶段 明智妥善地做选择的人来说 这个道理都是千真万确的 再来 他们需要有自信 相信他们不会辜负了神 对他们的祝福和信赖 他们周遭的许多影响力 会让他们怀疑神的存在 怀疑神对他们的爱 也怀疑他们不时 透过圣灵和基督的灵 得到的无声信息是否真实 他们的同侪 也会怂恿他们选择犯罪 如果他们选择犯罪 从神而来的那些信息 就会变得更微弱 我们爱他们 劝戒他们 表达对他们的信心 就可以帮助他们做好准备 然而我们以身作则 成为忠信受灵启发的仆人 对他们的帮助会更大 在我们的家庭 定额组和班级 以及与他们相处的任何场合里 我们都可以表现出 甚至持有人真正该有的行为 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 去运用圣职能力 对我而言 教义和圣约第121篇的指示 再清楚不过了 主在这篇经文里 告诫我们 动机要纯正 任何能力或影响力 都不能或不应 借圣职来维持 唯有借着劝说 恒久忍耐 温和温柔 和不虚伪的爱 当我们带领男青年 影响他们 这么做 绝对不可以是 为了满足我们的骄傲或野心 我们绝对不能 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 施行强迫 那是我们为青年 梳理榜一样的 一项高标准 当我还是教师和祭司的时候 都看到了这样的榜样 我的主教和那些在他领导之下的服务的人 都下定决心 不要失去我们任何一个人 几乎就如我自己所见的 他们的决心是基于对主的爱 以及对我们的爱 而不是基于任何自私的目的 这位主教有一套机制 每个定额组的每位顾问 要和星期天没有与他们交谈的男青年联络 如果他们没有和这个男青年说话 或者和他们的父母 他的一个好友说过话 就不能上床睡觉 这位主教向他们承诺 他如果没有听完有关这些男孩的报告 绝不会关灯 我认为这位主教不是向他们下命令 而只是清楚表明 他不希望他们还没有回报消息 就关灯睡觉 这位主教和那些在他领导之下服务的人 所做的不仅仅是在看顾我们 他们以榜样向我们说明了 什么是看顾主的羊群 对于主教或者在我们的定额组里 为我们服务的人而言 再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他们经由自身的榜样教导我们 为主服务永不懈怠的真谛 主会借着榜样让我们做好准备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想过 我们当中有人将来会成为特别的人物 但是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 就好像他们真的是如此认为 为了不使我们失去信心 他们付出任何个人的代价 都甘之如頤 我不知道这位主教 是如何让这么多人都抱着高度的期望 就我所知 这大概就是借着劝说 恒久忍耐 温和温柔和不需要的爱 这位主教运用的不关灯方式 在其他地方或许行不通 但是这种永不倦怠的照顾男青年 叙述主动关心他们的榜样 把天上的力量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中 这样的做法将来也永远有帮助 他已经帮助过一些男青年做好准备 日后在神需要他们的时候 为家庭和神过奉献自己 家父对我而言是个好榜样 他实践了教育和圣约第121篇所教导的事 在我男青年时做准备时寻求上天的帮助 在我小时候 他对我的表现有时感到失望 他会让我知道这一点 替他说法的方式 我就可以感受到他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 他做这件事是按照主的方式 当被圣灵感动时 事实更加训诫 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 免得他帮你视为敌人 我知道家父即使做了最直接的纠正 事后的训诫也是充满了爱 事实上 在他用了不赞成和失望的表情 来表达最强烈的纠正之后 他的爱似乎总是有真无减 他带领我训练我 从来不用强迫的方式 我相信教育和圣约里的应许 并定会在他身上实现 他对我的领想力 必定永永远远流向他 许多父亲和领袖 一听到教义和圣约121篇的那些话语 就觉得自己必须表现得更好 来符合那样的标准 我就是这样 你们是否记得曾有个时候 在没有得到圣灵灵感的情况下 对儿童或青年严加训诫呢 你们是否记得曾有个时候 告诉儿子要做某件事或牺牲 而自己却不愿意这么做 后悔的感觉会激发我们悔改 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曾经立约要树立的榜样 当我们履行父亲和领袖的职责 就能帮助下一代迎接荣耀的未来 他们会表现得比我们更好 就像各位都曾努力表现得彼此的父母更好 比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伟大领袖更好一样 我祈求我们都能下定决心 帮助新生的一代做好准备 而且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 今后每当我看到一瓶圣化膏油 就会记得今天晚上 记得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想做得更多 帮助男青年为他们服务的日子和机会做好准备 我祈求他们都能蒙福做好准备 我相信有主的帮助和我们的准备 我们的帮助 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我向各位见证父神活着 耶稣基督活着 并且带领这个教会 祂是完美的圣职典范 多玛孟孙会长持有必运用世上所有的圣职权药 那是真实的 这是我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们 我们要提醒大家 大会堂唱诗班的广播将在明天早上九点半至十点进行 星期天成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 我们感谢唱诗班带来美妙的音乐 也感谢今晚为我们演讲的总会弟兄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演讲 在孟孙会长演讲后 唱诗班将献唱 奋起吧 属神的男子 之后由七十元兰师伟曼长老做碧会祈祷 孟孙会长请 真的你们都是很美好的一群 我同样也看到了透过电视啊 很多网络 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弟兄们 今天呢 我们强大的圣旨组织一同聚会 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的聚会地点共聚一堂 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些受灵启发的信息 我要向你们作证 我且表达对那些弟兄们的感激之意 我很荣幸 也很惶恐 能有机会对你们演讲 我祈求能有主的灵与我同在 最近我看电视新闻 发现很多头条新闻的性质都很相似 所报道的不幸事件 基本上都归咎于一种情绪 那就是愤怒 有个父亲被逮捕了 因为他对自己的婴儿施暴 这个父亲表示 婴儿的哭闹声激怒了他 所以呢 他打断了婴儿的一根手骨 和几根肋骨 除此之外 帮派暴力层出不穷 与帮派有关的命案也持续地在增加 这类的报道令人触目惊心 那天晚上有一则报道 说有一个妇女被分居的丈夫枪杀了 报道指出 这个丈夫发现了妻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就促进大发 当然 世界各地的战争和冲突的事件 也是司空见惯的新闻话题 我想到诗篇作者的这些话 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多年前 一对年轻的夫妻 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 想要找我咨询 他们说他们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 现在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 于是我约了时间见面 这对夫妻一进到我办公室 我就清楚地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起初 事情慢慢地进展 丈夫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妻子呢 则是默默地在流泪 几乎不太说话 这个年轻的丈夫传过教 而且在美国东部的一所知名的大学念书 并且在大学的知会当中认识了她的妻子 这个女孩子呢 也是在那所大学读书 他们交往了一年之后就到犹他州 在盐湖城圣殿结婚 不久之后就回到了东部 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 他们毕业后回家乡的时候 正怀着第一个孩子 而丈夫呢 也在他的本行找到了工作 后来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 生活过得很不错 他们的儿子大约在18个月大的时候 他们打算去度个假 开几百里的路程去探望他们在外地的家人 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没有听过婴儿安全座椅 或者是成人安全带这样子的东西 更别说是去使用它了 他们一家三口都坐在汽车的前座 刚学会走路的这个小孩 就坐在他们夫妻的中间 就在旅途当中呢 就对夫妻起了争执 试过多年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 但是我记得呢 他们的争吵越来越大 最后开始互相叫骂 可想而知 这个年幼的孩子 看到父母亲在争吵 这时候呢 他就开始好好大哭了 这个丈夫说 这让他更生气 脾气完全失去控制 他就随手拿起了孩子 放在座椅上的玩具 往他妻子的方向丢过去 但是他没有丢中他的妻子 他反而打中了他的儿子 结果儿子脑部受伤 终身都残废 这是我生平遇到最不幸的一件事 我给他们建议 鼓励他们 我们谈到了承诺和责任 接纳和宽恕 也谈到了他们家庭里 需要恢复原有的爱和尊重 我们读了经文里 安慰的话语 也一起祷告 从那天起 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了 不过他们那天是含着泪 微笑地离开我的办公室 这些年来 我一直希望他们决定 相守在一起 透过耶稣局的福音 得到安慰 之后每一次读到这句话 我就想起他们 愤怒解决不了事情 毫无建树 却能毁了一切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过气 我们生气 可能是因为事情的结果 不合我们的意义 也可能是别人对我们说的话 激怒了我们 当别人不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 可能会让我们生气 当我们期待某件事情的时间 超过我们的预期 可能会让我们生气 当别人没有站在我们角度去看 也会让我们生气 这些理由似乎数不完的 有时候 我们会为了自己 所想象的伤害 或自己所认定的不公平 而感到愤怒 喜伯郭会长谈到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替一个人做事 之后这个人寄给他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 和一封信 信上还对于他能够不能付这么多的酬劳而表达歉意 后来 郭会长又替另外一个人做事 他说这个人的工作 比之前的那个人的工作困难十倍 费力十倍 而且所花的时间很多 这个人却寄给他一张一百五十块美元的支票 年轻的喜伯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起先觉得羞辱 之后就变得生气了 他把这件事情讲给一个年长的朋友听 这个朋友就问他 这个人有意羞辱你吗 国会长说不是的 他还跟我的几个朋友说 他给的我酬劳相当的高 这个教年长的朋友就回答说 把无心的举动当成羞辱 那就真的太傻了 在约瑟斯密译本的 以佛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 使徒保罗问道 你们能生气却不犯罪吗 不可含怒到日落 我要问 我们生气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天父的灵吗 就我所知 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在摩尔门经 尼腓三书读到 你们不可彼此争论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具有纷争之灵的 不是属于我的 是属于魔鬼的 魔鬼是纷争之父 他煽动人心彼此 夹怒纷争 看啊 煽动人心彼此激怒敌对 这不是我的教义 而这是我的教义 就是要消除这种事 生气 就是向撒旦的势力妥协 没有人能让我们生气 要不要生气 是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想要 时时刻刻都保持好心情 就要选择不生气 我要见证 这是做得到的 愤怒是撒旦的工具 可以摧毁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相信在座人 大都很熟悉 多玛马西和他的妻子 伊丽莎白 那个可悲的故事 本教会复兴到世上以后 马西弟兄是最早 蒙召唤的使徒之一 他也担任了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 圣徒们在密苏里远西城的时候 多玛的妻子伊丽莎白马西呢 和他的朋友哈里斯姐妹 想多制作一些乳酪 于是决定用 共同来用牛奶 为了确保一切都公平呢 他们同意 不把所谓的乳酯留下来 而把牛奶和乳酯混在一起 共用 乳酯呢 是指牛奶 快挤干的时候 最后的那一部分牛奶 奶油的成分特别的浓 哈里斯姐妹 非常遵守这个约定 但是呢 马西姐妹 想制作更美味的卤络 所以美头牛 都留下了 大约0.5公升的乳酯 然后把没有乳酯的牛奶 送去给哈里斯姐妹 这两位姐妹为了这件事情 争吵起来 后来她们无法平息 就把这件事情 说给了家庭教导教师听 请她们来帮忙解决 家庭教导教师认为 伊丽莎白 马西不对 她没有遵守约定 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 对这样的判定不高兴 又把这事情告诉主教 想由教会来审判 所以主教法庭判定 的确有私长辱若一事 马西姐妹 违背了她 跟哈里斯姐妹 这些的约定 多玛 马西再向高级资议会申诉 议会成员都认同主教的判定 多玛又向总会会长团申诉 约瑟 斯密和两位副会长 思考了这个案子之后呢 也支持高级资议的判定 多玛 马西长老 在这件事情上 一直都站在他自己夫妻 妻子这一边 一次一次的判定 让他越来越愤怒 他愤怒得不得了 竟然 到了一位政府官员面前发誓 说摩尔门教徒 对密苏里州的居民 是有敌意的 他的誓词促成了 至少说其中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让州长 离本包格发布了残酷的扑灭令 使得一万五千名圣徒被驱离家园 之后受尽痛苦折磨 甚至失去了生命 这一切的发生 都是因为有人 共用牛奶和乳酯 起了争执 过了十九年的充满怨恨 和失落的岁月后 多玛马西辗转来到盐湖谷 请求百汉阳会长宽恕他 马西弟兄也写信给当时的总会会长团 第一副会长 习伯干 谈起他从中学到的教训 马西弟兄说 主 没有我 还是能成功的 我脱离教会 并没有造成他的任何损失 但我的损失 是多么大 我所损失的 是这世界上 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星球上 所有的财富 也没有办法弥补的 诗人 惠蒂尔的这句话 说得非常的贴切 他说 在所有的言语 和笔墨所能表达的 感伤的话语当中 最感伤的莫过于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弟兄们 我们所有的人 都会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 如果不加以克制 这种情绪 就会变成怒气 我们都感受过不愉快 不满 或者是敌意 如果我们选择放任而为 就会乱发脾气 失怒于他人 很讽刺的是 那些人往往是我们的家人 是我们真正最爱的人 很多年前 我在报纸上 读到了下面这则 美联社的报道 他说了 有位老先生 在他哥哥的上里上 透露了 说他打从成年之后 一直和哥哥住在纽约州 康斯囚附近的一栋 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子里 有一次 他们吵架的时候 就用粉笔画线 把房间隔成两半 从此两人互不越界 也再也不和对方说话了 就这样过了62年 请想想看 那次愤怒 带来的后果 这是多大的不幸 但愿我们都能够 很认真的下定决心 每次需要做这样决定的时候 都能够忍住我们的怒气 并且闭口不说那些 我们可能想说的 尖酸刻薄 还有伤人的话 我很喜欢彭罗斯长老 写的这首圣诗的歌词 彭罗斯长老在20世纪初 曾先后在十二使徒定额组 和总卫会长团服务过 他是这么写道的 弟兄啊 约束你的情感 陶冶热热情冲动的心性 莫将情感压抑在心中 且让智慧言语做先锋 约束情感 冷静沉着 乃是内心深处的力量 激情粉碎理智的巨塔 茫然无视于眼前美景 我们每一个人都持有神的圣职 圣职的誓约和圣约 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持有麦基奇的圣职的人而言 这是在声明我们必须保持忠信 遵守神的律法 以及光大我们所接受的召唤 对于持有亚伦圣职的人而言 这是在宣告我们未来的职责 让你们在此时此地就能准备好自己 主亲自提出了这项誓约和圣约 他是这么说的 凡忠信而得到我说的这两种圣职 又光大他们召唤的 会被灵圣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 他们成为摩西和亚伦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成为神的教会国度和选民 还有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 主说 因为凡接受我仆人的就是接受我 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我父 凡接受我父的就接受我父的国度 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 弟兄们 我们持有宝贵的圣职 只要我们真诚 忠信地遵守圣职的誓约和圣约 就能有伟大的应许等待着我们 愿我们都能配衬的上成为天父的儿子 愿我们永远在家中成为表率 怀着信心遵守所有的诫命 愿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恨意 而且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实时记得救主的训会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是我的恳求与祈祷 在这个伟大的圣职大会结束之际 这也是我虔诚的祈求 奉弟兄们 我真的爱你们 我全心全意爱你们 也祈求天父的祝福 对你们每一个人造福你们 在你们的家中 在你们的生活上 祝福你们 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灵魂上 祝福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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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所爱的天父 我们在今天晚上在世界各地 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感谢能够能够团聚在一起 天父我们能够祈求您 我们很感谢您 来自于您的智慧 我们很感谢今天晚上所听到的所有的讯息 但是最值得感谢能够奉献出我们对您的感谢 我们感谢您的灵与我们同在 安慰我们的灵 当我们要结束这次的聚会的时候 我们祈求您 您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安慰我们的心 我们也并祈求 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能够很平安 让我们所有的聚心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 都能够按照我们所听到的去做 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 能够让我们能够承受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并祈求能够 让我们能够记得今天晚上这里的经验 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并祈求 我们能够 能够继续地去按照我们所行 我们并且能够在 接受我们所 按照我们所 我们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看到我们下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